20个著名的心理学定律 1.蝴蝶效应 上个世纪70年代 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 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 亚马逊与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震动 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蝴蝶效应是说 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 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 有些小事可以糊涂 有些小事如今系统放大 则对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就不能糊涂 2.蝴蝶效应 把一只蝴蝶直接放进热水锅里 由于它对不良环境的反应十分敏感 就会迅速跳出锅外 如果把一个蝴蝶放进冷水锅里 慢慢地加温 青蛙并不会立即跳出锅外 水温逐渐提高的最终结局 是青蛙被逐死了 因为等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 它已经来不及 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跳出锅外了 青蛙现象告诉我们 一些突变事件 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 而抑制人鱼死地的却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 对实际情况的逐渐恶化 没有清醒的察觉 3.鳄鱼法则 其原意是假定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 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 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 你欲挣扎就被咬住的越多 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 譬如在股市中 鳄鱼法则就是 当你发现自己的交易被离了市场的方向 必须立即止损 不得有任何延误 不得存有任何侥幸 4.链鱼效应 以前 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成活率很低 后有人发现 若在沙丁鱼中放一条链鱼 情况却有所改观 成活率会大大提高 这是何故呢 原来链鱼再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后 就会性情急躁 四处乱游 这对于大量好径的沙丁鱼来说 无疑起到了搅拌作用 而沙丁鱼发现多了这样一个异议分子 自然也很紧张 加速游动 这样沙丁鱼缺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沙丁鱼也就不会死了 5.彼得原理 彼得从大量失败案例中总结出一条道理 在一个等级制度中 每个雇员都倾向于晋升到不能胜任的地位 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原理 是关于曾经组织最精辟的论述之一 6.刺猬法则 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而拥在一起 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 于是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 但又冷得受不了 于是凑到一起 几经折腾 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 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而又不至于被炸 刺猬法则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 7.手表定律 手表定律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 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 而当它同时拥有两只时却无法确定 两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 反而会使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 手表定律在企业管理方面 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 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 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 甚至每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人来同时指挥 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无所适从 8.破窗理论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 没有人去修补 隔不久 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 因为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 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 犯罪就会滋生 繁荣 9.二八定律 巴莱多定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巴莱多认为 在任何一组东西中 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约20% 其余80%尽管是多数 却是次要的 社会约80%的财富 集中在20%的人手里 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 这种统计的不平衡性 在社会 经济及生活中无处不在 这就是二八法则 二八法则告诉我们 不要平均地分析 处理和看待问题 企业经营和管理中要抓住关键的少数 要找出那些能给企业带来80%利润 总量却仅占20%的关键客户 加强服务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企业领导人要对工作认真分类分析 要把主要精力花在解决主要问题 抓主要项目上 十 合作定律 美国人喜欢把简单的道理总结成定律 所以 中国版的三个和尚的故事 就变成了美国版的华盛顿合作定律 一个人敷衍了事 两个人互相推诿 三个人则永无城市之日 十一 帕金森定律 一个不称职的官员 可能有三条出路 第一是申请退职 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 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 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 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人 领导者往往都会选择第三条路 十二 二百五十定律 美国著名推销员乔吉拉德 在商战中总结出了二百五十定律 他认为 每一位顾客身后 大约会有二百五十名亲朋好友 如果你赢得了一位顾客的好感 就意味着赢得了二百五十个人的好感 反之 如果你得罪了一位顾客 也就可能得罪了二百五十名顾客 十三 莫菲定律 莫菲定律源自于一位叫莫菲的美国上尉 他认为某位同事是个倒霉蛋 便不经意地说了句笑话 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被弄糟 让他去做就一定会弄糟 后来这句话被延伸拓展 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表达形式 比方说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 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 它总会发生 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 会出错的 终将会出错 十四 蘑菇定律 蘑菇管理是许多组织对待出出 茅庐者的一种管理心态 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 不受重视的部门 或做些打砸跑腿的工作 交上一头大份 无端的批评 指责 待人受过 任其自生自灭 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 十五 不值得定律 不值得定律 最直观的表达为 不值得做的事情 就不值得做好 这个定律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 一个人如果从事的 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的事情 往往会持冷嘲热讽 敷衍了事的态度 不仅成功率小 即使成功 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 十六 羊群效应 在群体活动中 当个人与多数人的意见和行为不一致时 个人往往会放弃自己的意见和行为 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相一致的意见和行为方式 羊群效应表现了人类共有的一种从众心理 而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 盲从则往往会使人陷入骗局或遭遇失败 十七 酒与污水定律 把一杯酒倒进一桶污水里 得到的是一桶污水 如果把一杯污水倒进一桶酒里 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 十八 马营效应 没有马营叮咬 马慢慢腾腾 走走停停 有马营叮咬 马不敢怠慢 跑得飞快 这就是污营效应 马营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个人只有被盯着咬着 他才不敢松懈 才会努力拼搏 不断进步 十九 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 坏的愈坏 多的愈多 少的愈少 让有的变得更富有 没有的更加一无所有的一种现象 二十 木桶定律 盛水的木桶是由许多块木板沽成的 盛水量也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 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 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 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 或称短板效应 若要使此木桶盛水量增加 只有换掉短板或将短板加长 好了 今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